Hello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對號入座這個系列 今天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最近有網友提到一檔1476的如虹 想了解最近的狀況是怎麼樣 自從公司在3月3號 公佈了去年第四季財報之後 股價就開始一路往下跌 甚至在3月9號股東會開完會的隔天 股價還殺到跌停 當天也爆出4000多張的大量 可見的市場對於公司的前景 似乎不太樂觀 如果從今年初到最近的低點來算 才3個月就跌了3成以上 至於下跌的原因 除了跟去年第四季 獲利表現不如同期有關之外 法說會上 公司對於今年的展望 也被解讀成不確定性偏高 例如代表關鍵指標的出貨量 看法則是持平到下滑 去年因為訂單強勁 359億的營收 跟18.7塊的EPS 都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剛公佈的第四季財報 就出現明顯的變化 雖然說營收 比前年同期 還要高 但因為 原物料漲價 以及受到越南地區疫情的影響 因此毛利率 只有24.55 這個數字 可以說是近10年來 單季最低的 所以在財報公佈之後 股價就開始下跌 公司對於上一季 這麼低的毛利率 法說會上也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消息 只有說 即使可以透過調整產品的報價 來因應 但還是很難完全改變 成本一直上升的問題 這個說法也表示 未來毛利率的數字 有可能會比這個24.55 還要更低 這部分 投資人就需要去多加的留意了 那以近期的股價 已經修正三成之後 是不是 已經進到合理價的區間裡面了呢 等一下後面看資料的時候 再一起跟大家分享 我的看法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謝謝啦 我們先來看看最近幾年的股價走勢 可以看到前年股災的時候 如虹的股價 最低是跌到201塊 那我們以 當時手上有的資料來估 所得到的股災價 跟實際的低價 差距並不大 那問題就來了 後來的第三季 到去年的第二季 連續四個季度 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當然 這時候的股價 自然也會上漲不少 只是在價格上漲這麼多的同時 到底偏離公司的價值 有多少了呢 我想這是一般人 比較不會去思考的地方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在去年第1季 財報出來之後 發現公司獲利不錯 想要進場 那麼就可以用當時的資料 來進行股價 用價格去對比價值 就可以看出相對的風險 這邊可以看到 算出來的價格 大約是在418塊左右 那離當時的股價 550到600塊 其實是有蠻大的一段差距 這也代表 看到公司業績好 才想要進場的人 其實你所冒的風險 是更高的 從月營收的資料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去年第2季之後 營收的年增率 從原本的6成以上 開始往下走 9月10月 反倒是出現負值 通常看到這種情況 就要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該季度的財報 也就是第3 第4季 可能不會太好 而這時候的股價 都還有590到620塊之間 如果再去對照 當時所顧的合理價 你就會發現 這時候的風險 是很高的 從這邊也可以知道 股票的價格 雖然會因為炒作 而上漲 但是總會在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回到 比較貼近價值的位置 這個就有點類似 ETF的禁止 跟市價的概念 當市價高於禁止很多 也就是溢價太多的時候 最終還是會回到貼近禁止的價位 所以說投資人 如果是選擇 在業績表現好的時候進場 那就建議 一定要了解一下 當下的價值 看看這時候的風險 自己能不能承受 而不是只有看到短線的利差 這樣子長期下來 是很難在市場上 取得穩定的報酬 至於目前的價格 到底合不合理 在這支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再把估價的檔案 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有需要的人 再去下載喔 接下來 我會花一點時間 用我自己習慣的存股投資角度 來觀察如鴻的營運表現 首先是現況 跟產業前景的部分 如鴻是一間 科技紡織公司 主要是生產 各種彈性的增資部 以及成衣 其中成衣的部分 就佔了7成的營收 另外增資部 則是佔了將近3成 目前的生產基地 是以台灣 越南 以及減補債為主 平均的總產能 增資部是每個月1500萬碼 成衣 則是每個月 1120萬件 公司的競爭優勢 是在於擁有研發 以及創新能力 每年可以提供 超過3000種新的布料 還有快速反應的打樣中心 每天能提供 超過150款 新的樣衣 再來是公司 從OEM 轉型成ODM 也就是從單純的代工 轉為設計製造之後 加深了與國際知名的運動品牌 以及通路商之間的合作 營收 已從10年前的100億左右 成長至去年的350幾億 從季度的營收趨勢中 可以看到 即使前年疫情 剛爆發的時候 不管是增資 還是成衣事業 都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不過公司憑藉著強大的製造優勢 以及跟客戶之間的關係 隨即在第3第4季 就又回到正常的軌道上 代表公司 在面對外在環境變化的時候 還是可以維持住 應該要有的競爭力 如鴻在去年的年報中 有提到 公司提供客戶 從步 到成衣 已經建立起一套 垂直整合的接單營運模式 不僅符合客戶的需求 同時也兼顧品質好 以及交期短的服務價值 同時也運用新研發的步種 跟成衣的款式 來擴大與競爭者之間的差異化 至於未來 成長性的部分 公司主要的產品 為彈性增資部 以及專業功能性服裝 原料包含了天然纖維紗 人造纖維紗 以及彈性纖維紗 由於台灣石化工業相當的成熟 不僅來源充裕 品質也很穩定 所以原料取得的部分 也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需求的話 全球不管是成熟國家 或是新興國家 都逐漸開始重視休閒生活 對於具有功能性 以及健康性的衣著 也開始重視 加上政治部 又有多樣化的特性 因此需求 跟市場規模 也逐年不斷地在攀升 這對公司長遠的發展來說 也是相當有利的 接下來 我們就從財報的角度 來看一下如虹的表現 首先是波動程度的部分 從毛利率的變化 就可以知道 公司在最近這幾年 毛利有一點下滑的現象 以季度來看的話 從前年第四季開始 已經連續第四個季度減少 毛利從30.29 掉到24.55 掉的幅度 超過兩成以上 而減少的原因 除了跟原料上漲有關之外 還有一個 是在於主要生產基地 越南 當地疫情 在去年第三季 有大規模擴散的狀況 導致工廠停工 員工沒辦法上班 生產 也跟著受到影響之外 產品也因為 委託外廠協助生產的關係 導致單位的成本 跟著提高 不過 越南政府在清零政策失敗之後 去年底 也轉變為 與病毒共存 因此今年第一季 產能利用率 已經有所提升 前三個月的營收 已經達到101.8億 比去年同期的82.2億 增加了23.8% 至於毛利率的數字 可以維持住多少 就是投資人 或需要去觀察的地方了 接著公司營運的部分 最近這幾個季度 雖然說毛利率 下滑了兩成 但是從越營收的數字 可以看出 在新產能開出之後 收入 還是保有不錯的成長性 股東權益的話 這邊我有列了近兩年 三年 以及五年的數字 這邊可以看到 去年的淨利 表現不錯 有51.5億 這個獲利 也是創下 有史以來最高 因此這三個區間的 淨利成長性 都是大於 股東權益的 表示公司 這幾年的獲利 都有跟得上 再來是計表的資料 以最新第四季 跟前年同期相比 淨利成長的幅度 為負的18.3% 會掉這麼多 主要還是跟 剛才提到的毛利有關 不過隨著 越南廠的產能利用率提高 可以預期 後續的毛利 應該不至於會再大幅的下修 至於合理價估價的部分 雖然說近期的股價 已經修正三成 看起來好像已經很便宜 不過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所說的一樣 毛利率 是後續觀察的重點 如果不再惡化 那麼這樣子下去估價 就比較具有參考的價值 大家可以用近一季的數字 再搭配預期的狀況 然後去取出一個 比較合理的ROE 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試著咕咕看 那在這支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把如虹的財報 以及自己估價的資料 上傳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如果你對估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喔 再來是報酬滿意的部分 如虹到去年為止 已經連續24年 都有配息 近8年的平均配息率 為71.4 至於報酬率的部分 雖然說近期的股價 下跌不少 但近10年的總報酬 還是高達8.4倍 年化下來 則是相當高的25.2% 至於近5年的部分 可以看到年化 只剩下11.9 數字不高 除了是跟最近股價下跌有關之外 更重要的一點是 公司在2015年 EPS創下15.99的新高之後 接下來的幾年 獲利表現 只能算是平穩 股價 也只有在一個區間裡面遊走 而去年 因為印尼廠 已經有貢獻性的產能 營收的年增率 才再度回到兩成以上 上一次達到兩成 已經是2015年的時候 最後 一樣回到投資配置這個話題 從如紅的資料來看 公司過去 算是有高速成長的特質 在2015年以前 營收的年增率 都有兩成 甚至三成以上 股價在這個時候 也是飛快的上漲 但是從2016 到2020這幾年 營收的成長性 就明顯不如過去 加上毛利率提升的空間有限 所以盡力 也沒有再大幅的增加 直到去年 新的產能溢注之後 才讓獲利再次突破新高 因此這次的回檔 除了收斂高估的價格之外 如果可以再往價值 靠近一點的話 那麼或許 就會有不錯的進場機會出現 這部分 投資人就可以好好的去觀察 以上的資料 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 或是計算合理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已經加入的人 別忘了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去下載這次影片中 有談到的如虹財報 希望對各位在學習上 會有一點幫助 好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